我们把这个再复制一个按Ctrl键复制再开始做保留旧的 否则的话你前面的东西可能你又又没办法回头了 所以最好是如果你做第二个那你可以再把它复制 按Ctrl键复制这样就复制一个把它改一下名称 改一下名称 那我们刚刚的那个第二个超连结的部分 就是可以比如说找到就是找到位置 这边会显示位置 如果找不到是因为Value错误 所以用显示找不到的讯息 那最后的话要把它切割出来 所以切割的话呢 原来那这个地方会变成说你要做一些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如果说后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等于找不到的话 那就是用原来那个切割的公式 就切怎么呢 切这个跟这个嘛 头尾 OK 那如果说呢 后面假如不是找不到 而是有找到第二个超连结的话 那你势必是怎么样 需要把第一次找到切出来 第二次找到切出来 把它串在一起 OK应该懂那个逻辑啦 反正以后如果说我们讲的啦 你都可以很快的把它变成一个公式的话 那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你剩下就是你休息的时间了 或者你的学习时间了 所以之前有同学 他的观念还蛮正确的 他上班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些东西 所以他上班的时候也在学习 所以他功力就提高之后的话 他的时间就变多了 变多了之后他又可以再继续学习 所以他的功力又再提高了 所以他在工作上呢 又可以得到更多的成就感 跟更多的休息时间 所以他同事就越来越觉得 奇怪你怎么事情增加 可是反而你变得更空闲 原因没有其他 就是他懂得怎么样 正向的循环嘛 如果你可以一直不断正向循环 那你会发现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负向循环 你遇到事情的话 你就刚好就只只有 反正啊 算了 我就做这个 可是那你会发现 下一次还会有一样的东西 再下一次还有一样的东西 你就陷入一个什么呢 痛苦的循环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次就一直做 然后一直做同样的事情 这种人还蛮多的 身边其实很多这种 算是传统工业的 那当然因为他很累啊 所以身体就会出一些毛病啊 手就开始会有一些什么 五十筋啊 或者是说什么的 就可能要去看医生之类的 因为我就认识很多朋友 就是类似的 我刚才讲说 你要不要学一点方法 你动脑不要动手啦 动脑不要动手 因为你一直动一直动一动 以色本来就不是要让你 去做一些传统 他就是要让你去做一点 就是说呢 比较自动化的事情 OK 好 那这个东西 怎么把它做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逻辑上面应该都知道 只是如何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做完的 结果 大概长这样子 这么一串啊 OK 那原来他是 原来没有这些 原来是MID 有没有 我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OK 好 我再重新做一遍 原来这样 对不对 然后我把这个公式 怎么样 剪下来 做什么呢 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一般是 把它剪下来 那这个逻辑什么 如果 这边是等于找不到的话 那就是给找不到的逻辑 所以呢 你就把这个 找不到这三个字 把它打上去 如果是找不到 那就怎么样呢 就只切一次 对不对 这应该可以懂吧 如果上面是找不到的话 tree的话 就找不到 反之 就是找到了 找到怎么样呢 就是 除了它原来一次之外 再end 第二次 再贴 可是你想说 这样不是 剪下两个一样 对没错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把第二个 贴上去的东西改一下 把c改成什么 改成1嘛 把d改成f 不就好了 ok 应该懂那意思吧 就是c 原来它是第一次找到的头 d是找到的尾 把它改成第二次的头跟尾 所以这边c改成1 然后d改成f 就第二次的 然后 这边改成1 宁可慢 也不要 就做错 因为你做对了一次就成功了 做错的话 你可能要再来 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好 OK 确定 基本上 这个应该没问题 往下填满 我们往下应该直接看的是第七列 第七列 这个第七列 OK 有没有 第一个 第二个 OK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有没有 不过 可能你们眼力要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边 这边 这边跟这边 有没有 这边到这边 那当然是 一般大家可能会 又会 想说多一个东西 最好结果的部分 可不可以帮我换航一下 因为你换航的话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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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过要换航又会头痛了 因为 因为你头 那个 又要想说 如何来在公式里面呢 自动帮我增加一个换航 的那个 指令进去 那你如果说 你现在是一个自创很简单 Auto加Enter不就换航了 可是如果说 你是在公式 因为它怎么产生的 它是藉由这个 切前面跟切后面 中间要放一个换航 特别之后 换航在那个 我们的键盘的动作 ASCII Code里面 是那个10 10 ASCII Code 那个内码的部分是10 前面好像客人 我们有讲过 那个ASCII ASCII的那个 就是定义我们 内码的部分 那换航是10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在这边加个换航 很简单的 直接在这边 加一个CHAR的一个函数 这个好像 在那个前一个阶段 课程我们有讲过 还有 在那个书里面 也有提到CHAR 那怎么加 其实就是直接 我们回到这边 在这边end 直接打一个CHAR 或者你 然后刮斧 10 再后刮斧 再一个end的串接 也就是说 在第一个结果 跟第二个结果中间 加一个CHAR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他会自动帮你换航 换航试试看 打勾一下 直接点两下 那往下 第7列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本来他是接到后面的 那因为有他 所以呢 他就是自动帮你 换航到下面了 就他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的资料 那你想说 老师 那如果我换一个 看不太清楚 我会不会换两个 可以啊 你就再加一个 比较好了 所以以后要换航 就变得很简单了 OK 好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懂了 这些灵活应用 反正 见招拆招嘛 所以你的招要够多啦 也就是你要对 这些函数 通通都 非常的熟悉的话 你就可以左右逢源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但是你要什么没什么 那可能你还是 变成你只能做一半 所以学习最好 还是要彻底学习啦 追根究底 你就可以很快的 把问题解决了 OK 但是 这个问题还没完全解决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又往下卷动 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 这个有些东西 工作的乐趣是在成就感 但是痛苦的地方就是 你又发现新的问题了 所以往下走 往下卷 大概七对不对 往下卷到第13吧 我印象中 13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问题 设定两个字 设定两个字 它不是超连接 那它只是因为 它前面有前刮壶 后面有后刮壶 但是它就 我们切割的逻辑是 有没有 这怎么办呢 就刚刚讲的 把那个 那个刮壶前面 有没有 就是还要再怎么样 再增加一个 这个 这样子有没有 就一定是 会是超连接 这个前面加一个 这个大鱼 那一样了 这个都一样 这个C 贴上 OK 那 其实 做完之后 你也不太需要 什么改 我讲过 有加跟没加 相差 就是减壶 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公式里面 你把这个公式里面 有减壶的地方 把它拿掉 因为它会 前面那个方法 是会多减掉 一个字元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只要怎么 把只要看到 有减壶的地方 delete掉之后 再打勾 应该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我看一下 理论上 这个没问题 再往下13 有没有 又解决了 OK 所以 当然 见招拆招 这很多东西活的 你说 这东西 除非刚好遇到 不然的话 也没有办法说 在教材里面去呈现 因为很多工作都是 实际上的案例 很多东西 反正你的见招拆招 自然而然 你可以对于资料的处理 就非常的 如意得水 反正你可以很快的 把它处理出来 好 那所以最后 我们 做完的这个结果 OK 试试看好了 这个难度有点高 我大概最后 就把它改变了 就是主要是这个 这个 找到之后 那我要切 对不对 切割的话 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这个 一二 不是 跟正眼 这个里面 找不到 的话 就切一次 如果找到 这个后面 不是找不到 是有找到的位置的话 那就是切两次 一次 第二次的话 就是把它里面的 C 改成 C改成 E D改成F 就是 改成这个的位置 然后呢 如果你的中间 要加换行的话 再加一个Chars 就OK了 所以 待会的话 我也会把这个图截图 然后把公式 放在云端上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一次 就可以把它 很流畅的做出来 那恭喜你 以后你的工作 应该会越来越 加流畅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